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抱歉 这个有关梁树民先生的最后一讲 本来应该是去年12月24号 那么我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拖了一个多月之久 今天要给各位做这最后一讲 是标题为梁树民中论 今天是有关梁树民先生的第13讲 也是最后一讲 梁树民先生的生平经历和主要的著作 我在前面的12讲中已经大致的介绍过了 今天这一讲除了先做一点 之前的资料补充说明之外 我主要的目标在对梁树民先生 做一个综合的评论 好 先做一点资料的补充说明 在之前有关人性与人生的那一讲中 我曾经很简要的提到 文革爆发前的1960年代初期 刘邓所代表的官方立场 坚持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 所以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 这个当下是指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 他们当时的那个主要的论述 说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 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我另外也提到 毛泽东在1956年的时候 他是同意这一个说法的 这个说法是在1956年提出来的 可是到了1960年代的初期 在大跃进失败 以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破灭之后 毛开始重视革命后社会里面的社会阶级关系的问题 这个我前面都讲过了 特别是有关新社会本身 政治结构所产生的新阶级问题 这是毛当时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整个调子开始发生变化 有关这一方面的背景 对于梁树民先生的思想出动不小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深入的说明一下 做一个补充 根据汪东霖所著的 《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 梁树民问答录的这一部书 梁树民晚年曾经回忆 那个是在1956年的9月召开的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为八大 所带给他的惊喜 梁树民自己 接受汪东霖访问的时候 曾经说过 1956年 他看到八大的决议的时候 曾经产生过一个很大的惊喜之情 梁树民强调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就是八大的政治决议 有两段话 特别开拓了他的思路 第一段话说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 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就使得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 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 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 同那个三座大山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 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 换言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这个清政权胜利 胜利以后 建立以后 夺取了主权 独立 所以 这个解决了 这方面的矛盾解决了 那么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呢 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之外 在国内的主要矛盾 就是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 这个决议接着说 我们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 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 那么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 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就表明 我国的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已经基本上解决 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 已经基本上结束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三个基本上 这是其中一段 让杨树民觉得受到非常大的触动 所谓他开拓了他的思路 那么另外一段话呢 同样在这个决议里面 他也引用了他说 这决议里面还说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 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个矛盾的实质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也就是 我特别把它标记起来 我特别把它划线强调 这是我个人做的 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那么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 把我国尽快的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我们必须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方面 采取正确的政策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好 这是第二段 杨树明看了这 特别是看了这两段 他承认 他说 这个决议很使他欢欣鼓舞 特别用欢欣鼓舞这四个字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他说 因为建国几年以来 从1949到1956年 其实当时的中国主要经历呢 是经历了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 正反 素反 三反 五反 三大改造 等种种的运动 当时中国的政治主要是经历过这些 所以基本上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性质 也就是 斗争是主要的 那么 建设呢 生产呢 发展生产跟建设呢 在当时还不是主调 经济落后 生产力低下了中国 杨树铭很兴奋的发现 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 现在终于要迎来全力建设经济文化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转折了 现在政策要发生变化 要转折了 变成以发展生产经济建设为主 而且还要建设文化 那么 新管 次年 就是1957年 又发生了双摆运动 就是摆家争民 这是适用于科学家 摆花齐放是针对作家跟艺术家的双摆运动 要求知识分子向政府提意见 可是随后 立即 就发生了反右派的运动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 一个非常非常的 转折关键期 中国共产党跟 知识分子阶级 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 关系发生了值的变化 就是反右 1957年 这个反右发生了值的变化 那么尽管 1957年发生了这样的双摆运动 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 杨树明还是认为 反右运动呢 只是暂时的 发展经济文化 则是长久的 主要的 他晚年回忆当时的 心境 以及他当时的认识 他是如此认为的 在1957年的时候 那么 我引用梁树明自己的话 他说 鉴于这种模糊的认识 当1958年大跃进 人民公社掀起热潮之后 我便以为 建设高潮真的到来了 因而在1959年 建国十周年的时候 着手撰写那篇长文 其指导思想 仍然是中共八大的那个决议 和毛主席的矛盾论 实践论等 所以这是他晚年的时候 回忆往事 他在试图说明 他为什么在1959年 会写出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那篇长文就是 我们之前曾经有一讲 介绍过的 叫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 大表现 好 所以 一直到了 1962年 杨树民才逐渐的认识到 中共当时的路线方针 已经与八大 就1956年的八大决议 相背离了 所以这前后也花了 五六年的时间 尤其到了1962年 其实 大跃进失败之后的 那个三年 饥荒的问题很严重 然后国际民生都发生了 极大的困难 这个时候 再怎么样 曾经对 八大决议 抱着充满了希望的 梁树民也开始意识到 当时中共的具体的路线方针 已经偏离了 八大决议 之后 他开始对自身既有的观点 自信心 就逐渐的恢复了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一点 在这之前的 他是有一度 是深深的 有一种自我怀疑 甚至开始觉得 自己过去 是不是有什么 认识不明的地方 认知不准确的部分 所以他需要多多的 检讨自己 向外学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1962年左右 根据他晚年的回忆 他对自身既有的观点 自信心开始恢复了 然后呢 他也逐渐的认识到 毛泽东晚年的偏见 以及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 是巨大的 所以他对毛的论断 就是毛从大跃进 一路下来到后来的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毛是犯了巨大的错误 那么这些错误呢 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我还是在 他还是在强调 我也要向各位强调的是 杨树民始终认为 毛终究是20世纪 中国贡献最大的政治人物 这个是他 到老 到他人生的终结的时候 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个 一个论断 他的 他的看法 他认为毛终究是20世纪 中国贡献最大的政治人物 即使其晚年犯了许多错误 毕竟是 伟大卓越人物领导晚年的 一种病态 凡夫俗子 都会有 好 所以我以上 大概跟各位做了一些 一些资料性的补充 主要是要说明 因为我用到汪东霖的那一部 访问他的那个 那个 晚年时候的 杨树民的回忆 他自己 用他自己的话来回溯说 他当年为什么会写出那篇长文 为什么他曾经对 大跃进似乎充满了希望 因为这受到八大决议的影响 因为他当时真的相信 中国要开始一场 权力以赴的 全方位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的建设工作 而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 主要的纲领 这是他当时 曾经一度这样认为 他一直到1962年 然后 以及之后 他才开始意识到 那个主调变了 八大决议 并没有被遵守 所以 我认为 这一个方面的 补充说明 对我们了解 1950年代 后期到1960年代 乃至于到1970年代的 梁树民 的心态的变化 以及他思想的 他对 大时代背景的认知的变化 是 很重要的 而且有必要说明的 因为这是依据他个人晚年的回忆 他的一种字数 所以在这边先为各位做一个一点小小的补充说明 以下 我要从两个主要的方面 作为思想家的梁树民 以及作为政治运动家的梁树民 这两个方面来综合评论他 首先 作为思想家的梁树民 他曾经多次提到 有两个主要的问题 占据着他的头脑 一个是中国的现实问题 另外一个则是对于人生怀疑烦闷的问题 梁树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学问家 他也无意成为一个学问家 他自己承认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而去实践的人 那么 我们要综合评论梁树民 首先应该从他的思想历程切入 因为思想是他的一个基本特质 他整个人是一个思想中人 问题中人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 中论他 要从他最重要的特质入手 所以应该从他的思想历程来切入 他不属于学院式的哲学家 但他确实称得上是20世纪的中国一位极具原创性的思想家 这我始终认为如此 因为我觉得他个人的原创性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他的思想既是从人生根本一提出琢磨而来的 又是同现代世界及中国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的 他的思想一方面是中国现实问题 一方面是人生的苦闷问题 最后会归到文化议题 由文化议题来统合联系 最后他的思想成为一个体系融为议题 如何完整地评价梁树民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面的地位呢 大陆学者王宗玉曾经指出 我引用王宗玉的书 他说 孙道生把他 就是把梁树民列为新法相宗三位大师之首 其余二人为锦佑南雄实力 并且又称他为新陆王派的创造者 贺林也把梁树民称为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 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 这些的评价都是就1940年代以前的历史而言的 王宗玉还说 此后 梁树民的这种作用变日趋引而不张了 所以1949 特别是1949年 中共建国以后 梁树民的整个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1953年他跟毛冲突之后 那么 在无论是在佛学研究 在新儒学的建构方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新法相宗 新路路王之学 这些 偏于学术领域的这些道路上的贡献 1940年代以后 梁树民的作用确实是完全没有显现 他所谓的引而不张了 所以当40年后 就进入到1980年代以后 梁树民本人 其他的著作 又出现在中国大陆畅言文化的后 被学人面前的时候 他只是作为文化中国的一个象征 支撑的这一个形象的 仅仅是他早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此外 就是他与毛泽东的争论 以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表现的是后人 肃然起敬的气概 这是王宗宇 大陆学者王宗宇的一个 简要的叙述 评价梁树民 我上述的引文中所提到的具体的评论 比如说 他提到的孙道申 我后面一个括号申 我不太确定是哪一个申 不过因为 我没有找到原始的那个 1930年代的资料 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上面有没有一个日 还是一个 一个就是单纯的一个申 还是上面有一个日的申 总而言之 孙道申的 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 那是一篇文章 刊载在1935年11月的国文周报上 所以那是很早的时候 哲学家孙道申 对梁树民做出的一个评断 认为他是新法相中的三位大师之首 而且是新路王派 就是新儒家里面的新路王派 儒学里面的新路王派的创造者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孙道申是一位 颇具争议的哲学家 他在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 就以48岁的年纪去世了 所以他的很多人 现在可能都不太知道这个人 那么他曾经在相当年轻的时候 1935年的时候 他以那样的头衔跟冠冕 放在梁树民的头上 是不是恰当呢 我不太确定 因为贺林的评论 贺林是很有名的哲学家 也是在1947年他出版的一本书 当代中国哲学中 他也认为 梁树民是新文化运动以来 倡导路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 我把这些资料的来源 提供给各位朋友做一个参考 但是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提这些呢 有关杨树民在新法相中 新路王派这两方面的 所谓的创僻的地位 为什么我在前面十二讲中 都没有讨论到 因为我个人觉得 那个可能上代 存在一点争议吧 所以我之前就没有提到 我只有在有关梁树民先生的第二讲中 曾经提到过 梁树民以佛学为主题的正式著作 只有两部 第一个是一篇长文章 叫救援决议论 这对他人生造成很重大的影响 影响他后来的人生 他为什么会进入大学任教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另外一个就是 他进入北大任教之后呢 根据他的课堂讲义 而且出版了一个著作 叫印度哲学概论 他有关以佛学为主题的正式著作 其实只有这两部 而且都是在他三十岁之前 所写成的 那么我记得我当时在第二讲中 曾经跟各位讲过 我认为无论从学术标准 或者是以佛法修正的角度来评价 这两部著作都难服理想 这个理想是最高的标准 都不够理想 只有从思想史的视角来解释 这两部著作才足以显现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我想各位应该理解 为什么我都没有提到刚才 孙道生乃及贺林对他的评价 然后说明不是一位佛学专家 也不是佛门宗师 如果他没有出佛入儒 如果他坚持走佛学修行的道路 无论出家与佛 无论他成为出家的僧人 或者是一个在家的大居士 他是有可能会成为 他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潜力 成为佛学专家 甚至于修行的一个大修行人 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 他都可能成为一个大修行人 大修行者 但是他最终的人生的道路 是走上了现代中国 他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和实践者 他并没有真正的走入佛门的道路 尽管他内心深处的是自我认知 他是一个佛徒 佛陀的信徒 但他实际的人生 90多年的人生 并没有全力以赴 全然的专注的走在 佛家修行的道路上 这一点我必须要这样子 要跟各位说清楚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必须认明这一点 所以所谓的新法相中的大师之首 或者是后来所谓新路王派的创造者 这样的头衔 皆属于他人为梁树民戴上的冠冕 他人就是孙道生或者是贺林 究竟这样的冠冕恰当于否 我想有待于后人的评断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是不太接受 并没有任何 菲薄梁先生的意思 而我是觉得 就是论事 从客观现实来看 似乎是不太恰当 所以我在之前十二讲中 基本上没有提到这一点 但现在做综合评论的时候 要做一个终结 对梁树民先生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应该要给各位做一个交代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向各位提到这一点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行的去深入梁树民戴上的 这一方面的思想跟著作 然后再去做出判断 我不敢说我一定对 但是起码这是我 我现在的看法是如此 好 然而有一点 又是确凿的 那么就是1949年以后 在港台两地 浮现出的新儒家学派 则确切地共同推尊 梁树民跟雄实力两位先生 为他们的开山主 这又是确实存在的 一个客观的事实 梁树民对于新儒家的影响 主要是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产生的 我还是引用王仲玉的话 他说 这部著作在儒学史上 的确起到了格固顶心的作用 它使得此后的儒学 迥一呼宋明以来的面貌 使五四运动前的保守主义 冲破旧的梵梨 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他冷静地审视了西方文化的发展 及其面临的问题 使得新一代的儒者 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生机 这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王仲玉对梁仙恩的这一番描述 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客观而公远 就是说主要是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书所产生的影响 影响了后来在港台 兴盛于冷战时期港台的新儒家学派 那么 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引了这一段话 他确切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造成的影响 主要在鉴于这一点 使新一代儒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生机 所以他的独具一格的构思 使得以往的文化讨论 开始脱离优劣高下的狭隘偏见 而且他以自己构造的逻辑系统 使得儒学有了包容域外文化的胸怀 从而承认了西方文化的成就 为儒学扩张自己的内涵 开了仙河 以上就是王忠宇对杨淑明先生的一个 他怎么样影响到新儒家的产生 他的一种 进而他怎么样对中国现代思想史 构成了一种 不容忽视的影响的 这一番的描述 这番描述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的客观 相当的客观 而且是公允的 那么东西文化极其哲学 王忠宇进一步分析 他说对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观察与批评呢 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思想界 所以他把它总结为三个要点 就是说东西文化极其哲学这部书 重要性何在 真正的深刻点在哪里 他认为有三个要点 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界 第一个 他让中国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 宣告了理智主义的有限 第二个 中国文化能够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危机 从而可以超越西方文化 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之前 很多次不止一次提到的 三种文化观 然后三个阶段 那其实背后有一种进化论的概念 那么 梁淑明的思想非常的特殊 他心中文明的最高典范 其实是 他心中的印度文明是以佛家为典范的 其实还不是现代印度文明 是古代曾经存在过印度的那个 以佛家为代表的 那个文明的标准 他认为那是最高的 那么他也 他其实一直承认 人类文明是有进化的 有阶段性的进化的现象 而且他从来不否定 从来不认为这是不对的 或者是这是有问题 他是纯然的就接受的进化观 有关人类文明的一种进化观 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特质 那么 他在中国人面对西方的 强势文化 强势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 压迫之下的 几乎丧失了信心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指出西方的问题与不足 并且 明确的显示出 他对中国文化 在人类的当前 即将要接触的 即将要面对的 新的进化阶段的产生的 可能会带来的 关键性的作用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套 这一套体系 他充满了信心 他也带给了同时代的中国人 一番新的 启发 以及对传统文化的 某种程度的信心 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所以 中国文化能够解决西方 社会出现的危机 并且可以超越西方文化 这是梁树民 带给大家一个最深刻的 一种启示 那么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 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的反动 所以这三点 王忠宇认为说 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著作 对于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 非常深刻的 而且广泛的三方面的影响 我继续引用王忠宇的话 他说梁树民的这三个结论 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思考 虽然后来者在具体内容 或者细节上有差异 梁树民这一个方面的信徒 也包括了许多共产党人 这也很重要 这些见解可以说 统治了1949年以后的大陆思想界 全盘西化论者的影响 远不能忘习相悲 所以他对梁树民的评价 客观评价 他认为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但这并不意味他 他赞赏这个现象 这一点请各位注意 那么王忠宇说 虽然他的著作 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 销声匿迹近30年 而其思想仍然发生着效力 这个主要表现在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激烈批判 这种批判造成了目前大陆中国人 对西方文化最普遍的见解 以及对他在未来亦难以消除的防范心理 我这里要说明一下 王忠宇这一部书 标题叫梁树民 是出版于1992年的 就是距离今天已经超过30年 刚刚超过30年 已经满30年了 这是30年前的著作 所以我这里这一段的影文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隐含的作者 某种程度对梁先生的思想 所造成的影响的一种遗憾之感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这种批判呢 是不正确的 他认为是不正确的 虽然他没有明确讲出来 而且这种批判造成的效应是什么 是直到1990年代 大陆的中国人 对于西方文化 有这种普遍的见解 什么见解呢 认为西方文化的资本主义的 是有它的限度 有它的深刻的问题 而且不可能持续下去 实际上在19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 普遍的 其实是崇拜 仰望了西方的 各位要了解这一点 我想王先生不一定是全然如此 但是他不由自主会受到 那个时代的氛围的影响 所以他认为 这种梁树民对西方的文化的 这种批判呢 事实上是一种负面因素 在他当时看来是一种负面因素 他认为造成中国人 对西方文化有一种普遍的 也许叫做偏见吧 他的见解也许可以理解为偏见 以及对于在未来难以消除的防范心理 他觉得那种防范心理是要不得的 因为没有敞开胸怀 真正的向西方学习 我这地方给各位做一个 很粗略的 这样的分析 也许对王先生不太公平 但是我想 我的这样的分析是很重要的 各位请继续往下看 王宗玉的这部梁树民 出版在1992年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已经超过30年前了 他对于梁树生的思想观点的描述分析 是客观而公允 我刚才一再讲到 特别我多半引述的那些引文 我觉得都相当的客观而公允 包括他怎么影响到信儒家 怎么造成了中国人 对西方文化不再全然的崇拜 而有所保留 甚至于激发出一种自信心 认为西方文化的问题 可能需要有待中国文化的 以一种另外一种新的面目的复兴 来予以解救 不但解救西方人 也解救全人类 那么他对这一段 杨树民的这些思想观点 所产生的效应 在中国现代思想界 产生的效应的分析 以及描述 其实基本上是 我觉得是客观而公允的 但是呢 各位看到我前面的引文 当他开始对于梁树民的评价 进行评价的时候 我觉得就难免受限于 时代的制约了 例如 他把梁树民归类为新保守主义 我想这个名词 我基本上都尽量避免用 我最多称梁树民先生为 传统主义者 当然这是名词问题 但是保守主义 我个人认为是蛮有问题的 因为他在保守 他在守什么 因为其实梁树民先生的思想 以及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内容 并不像一个典型的西方式的保守主义者 所以他把梁树民归类为新保守主义 而且强调这一个陆树的思想 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 深深的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 19世纪以来 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那种经历 那种不愉快的记忆 以及一次大战背景的影响 因为一次大战造成欧洲的损伤 所以他特别引用到了 他把梁树民跟梁启超一样 都归类为新保守主义者 在五四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派 他说包括了梁启超的欧游新引路 对西方文化有一番新的理解 重新的认识 因为在那之前 梁启超也是一个 对西方文化抱有极高的推崇之意 跟崇拜之情的人 但是经过一战之后 他去欧洲旅游观场 回来写了欧游新引路 梁启超的思想的一个转变 他把他这个与梁树民的 东西文化技術哲学 归类为同样是新保守主义 所以认为他们呈现的是一个 类似的观点特质的趋向 他认为那个趋向就是 他们深深受到了 中国十九世纪以来 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 心理影响 以及受到一次大战背景 他们所观察到的西方 似乎产生自身内在有不可调和 无法解决的严重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那个文化的根本议题 似乎有很大的困境 难以自拔 就是对西方 所以王忠毅认为说 梁树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个路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产生了东西文化 极其哲学那一部著作 所以换言之 他认为这个路数的思想 是缺乏对西方文化内在联系的客观研究的 因而是急需修正的 所以他认为 其实如果各位去看王忠毅的这一部书的第七章 就是对梁树民的评价 前面的描述 我觉得都很公允 都确实符合事实 也符合我所理解的 那么后面他开始评论的时候 真正的评价梁先生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就非常深刻的 非常鲜明的反映了出了1990年代的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的观点 就是我现在呈现给各位看到 就认为 梁树民也好 一战之后的梁启超也好 他们所看到的西方 他们认为 他们是受到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的 西方印象的影响 而并没有真正的去 进入到西方文化 西方知识 西方哲学体系里面 对西方文化进行内在联系的客观研究 所以那种认识 那种思想是缺乏 坚实基础 所以是需要被修正 关于中国人要了解西方 应不应该深刻的 全面的进入西方的知识背景 学术背景 思想背景 这我完全赞成 但是如果把梁树民的这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以及梁启超的微游新引路 全然的归类于当时受时代的背景所影响产生的 的思想跟印象 那么我要问各位 王宗玉先生的这一部著作 难道不也是受限于1990年代的时代背景吗 尤其他这部书出版于1992年 各位想想看我说的对不对 1992年 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比较具体的说明 王宗玉另外还指出 梁树民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影响 是他的进化观点 这也是他批评的一个目标所在 他说 进化论在五四时代通过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 和梁树民的三阶段说 在中国的思想产生了长达70年的影响力 70年间 这是到1990年代而已 70年间 到现在已经100年了 实际上已经100年了 但是当时这段文字写于1992年 他说70年间 这两股思想思潮 虽然词长笔消 其理论根据 却同出一辙 继承了五四精神的胡适 陈旭经 给予中国思想史的也是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就是他们都 几乎没有什么反驳的 没有什么批评的 基本上就接受了进化观 唯物史观的李大钊 陈独秀当然如此 那么梁树民所谓的人类进化的三阶段论 三种人生观 各位还记得吧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下 就是进化观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 那么他还 进而指出 胡适程序经 也是受到进化观的影响 进化论的影响 所以王忠宇就批评到 他说 当海外新儒家 新儒学的讨论 将东亚现代化道路这一个议题 引入到大陆论坛之后 也很少有人 从选择的意义上 去评价东亚现代文明的具体设计 而偏于从进化的角度去做判断 各位 这一段话 现代读来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可能不太理解 不太了解他的背景 他讲这段话 1990年代 讨论东亚现代化道路 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那么新儒学的作用 在里面 扮演了很深刻的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 各位请看他这一段话说 很少有人从选择的意义上去评价 东亚现代文明的具体设计 他认为文明是可以设计的 而且是可以出于人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而偏于从进化的角度 如果你认为 必须要 接纳一个进化的概念 你认为进化是必要的 不可抗拒的 其实那就 丧失了你某种的自主 选择的权力跟能力 那种自主性 因为你缺乏选择 你只能接受 从而顺应 那个进化的阶段 所以他说 很少有人能够 从选择的意义上去评价 这一段 我这一段 以为也是 要向各位说明 王先生也是觉得 有所遗憾 认为 70年来 到1990年代 70年来 中国人接受 无论是 像梁树民 或者像陈独秀 或者大招那样的 唯物史观的 拥护者 他们不约而同都 共同的接受了进化观 这样的背景 让中国人没有办法 缺乏那份的可能性 去从选择的意义上去 做自己 现代文明的一种具体设计 所以这其实是 对这个路数 不只是梁树民 其实对进化论 在现代中国的影响 是提出一种批判 然后他进而说 梁树民对中国 现代思想史的影响 是一种 泛文化背景的影响 特别是他的 他接纳了这个 进化论 进化观 他并不是依着 学理对以后的哲学家 产生直接的 具体的某些论点 观点的影响 他是一个泛文化背景的影响 所以这个 其实带有某种 某种指责的成分 虽然王先生对梁树民是 基本上是尊重的 是尊敬的 但是在思想的评论上 不由自主地 对梁所带给 现代中国的 这些影响 他处处表露出了 一种深刻的遗憾 这点我想我并没有太 我想我应该没有太离谱 我对这样的评论 这样的论诞 应该没有太离谱 就是王先生 似乎对梁树民的影响 有一定的遗憾 这遗憾来自于 他认为梁树民的 思想的继续发挥作用 活力于他们心中 所向往的某些 新的现代东亚文明的 具体设计的建构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我在讲什么 那么我要说明一下 1992年的时代背景 是什么样的样貌 各位请注意 1992年 苏联刚刚解体 才一年 冷战才刚刚结束 苏联解体还不到一年 苏联是在1991年的 12月24号解体 那么冷战刚结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当时气势正胜 他们真的相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西方的文明 西方的价值标准 全面获胜 是人类 所有人类应该遵循的 道德跟文明的标准 所以他们不可一世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你很容易会想到说 70年前 在这之前的70年前的 梁启超 梁树民 对于西方文明 曾经做过西方文明 颇为的前景 颇为暗淡的预言 似乎变成了笑话 好像70年前 你们预言 西方文明 接下去会走下坡路 或者是怎样 现在你看70年都过去了 你们两位先生都不在 两位梁先生都不在 但是西方文明暗淡了吗 走下坡了吗 没有啊 1992年 大获全胜 在冷战时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 这种西方文化 大获全胜 因而 既然他们当时 70年前的预言 对西方的判断 暗淡的判断 似乎变成了笑话 所以 因而他们这样的 他们的思想 就会被轻易的认定 是受到了 1920年代 帝国主义侵略 带给中国人的 悲惨的经历 的那种心理影响 以及一次大战背景之下 欧洲似乎在自我毁灭的 一种 一种 利息 一种认知的影响 所以 被轻易的认定是受到那样的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 所得到的结论 而那结论在70年后的1990年代 被许多人视为笑话 因为西方不是震慎吗 西方还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所以 认为他们的 梁启超也好 梁树民也好 对西方的认知 是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 是缺乏对西方内在联系的正确理解 我刚才跟各位提到 我们今天过了30年 回头来看 其实王先生做 王总宇先生对梁树民的这一番 乃至于梁启超的这一番的评价 他何尝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所得到的他的印象 所以各位 我们读书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仔细地认清 一个作者发出某一种特定论述的时候的时代背景 射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不被时代时间因素所限制 那么到了30年后的今天 今天是2023年的年初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余威尚存 但是梁树民对于西方文明的评论 是否还是个笑话呢 还是峰回路转再显心意呢 我想这一方面就留待给各位朋友 自行判断了 倘若再过30年 到了2050年代 今天听我讲这一堂课的年轻朋友们 到那个时候 正当盛年 如果今天你20岁 2050年代的时候 应该是50多岁 你的盛年时期 我希望还有朋友能够回顾此段历史 1920 1930年代的梁树民 还记得梁树民说过些什么 他的思想观点 到那个时代 是否还能够焕发出新意 如果可能的话 也许有朋友也会记得 2023年曾经听我在这里 跟各位讲述过这一段 所以时间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有意义的 不可忽略的因素 所以如果再过30年 到了2050年代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当然我对30年后的世界 有我属于我自己个人的期许 跟愿望 但到那个时候 不知道梁树民是不是还有意义 这个可能要由将来的人来判断 来评论 不是任何人所能够 凭个人的意愿所能够左右的 好 我们接下来 我想跟各位讨论 作为社会运动家的梁树民 我们上面讲的 作为思想家的梁树民 现在作为社会运动家的梁树民 我认为与其他的心儒家的主要成员不同的是 梁树民始终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并不是其他的心儒家的成员不关心社会 而是他确实比他们积极许多 他也涉入甚多 那么这一方面同他历来深切的关心着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关 这是跟他的个人的特质有关 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着一种知情合一的精神移态 我想是如此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梁树民先生在1980年代接受美国学者爱凯访谈的时候曾经说到 我之前我记得我曾经引用过这一段话 他说实际上是我懂一点佛家的道理 在我的思想意识上懂一些佛家 可是我的实际的生活我是希望跟着王阳明走 王阳明是陆王 所以有人说他是陆王的有力的推动者 新陆王学说的有力推动者 也确实是如此 也确实不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我个人推断 如果不是1953年他跟毛泽东冲突之后所受到的实质的限制 因为他在中共的体制下他被边缘化 虽然并没有遭到迫害 但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发挥太多的力量 所以他受到的限制 如果没有受到那些限制的话 我相信梁树民对于社会的活动 应该会持续到他老年会始终积极参与的 这是我对他的判断 虽然没有办法证明 既然他自己都承认 他愿意在实质的作为上效法王阳明 所以各位要特别留意到 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的道理 行的本身就是行动作为 本身对于梁树民而言 就是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知行是合一的 行是很知的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而且他所认定的知 并非仅限于知识或者是思想 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与行 就是以行动行为交融而成的良知 良人 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对于 我们要了解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家的梁树民 同时一个思想家的梁树民 怎么合而为一而不互相矛盾呢 这就是那个关键点 因为他心中是 是向往了王阳明的道路 所以梁树民的乡村建设事业 客观来讲 在现实中并不算成功 他也承认 并不仅仅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 把他的山东的乡村建设的那一场事业给毁掉了 他后来到延安也确实承认 中共对农民的运动的种种 的措施 希望达成的目标 尤其是动员群众 这一方面 杨树民认为 中共做的比他理想 他是非常非常的坦诚的承认 他们在山东做的 没有延安的中共做的理想 各位要了解 这并不是他丧失了完全的信心 他对自身的所思所行 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可是他又是一个坦诚的人 他承认 他能够承认别人 为他所不及之处呢 他愿意虚心的向别人学习 向中共学习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他所曾经 虽然他的乡村建设的事业 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算成功 但是他的这番事业所曾经碰触 所曾经探索的观点 意识 以及他们 从毛泽东和中共的农村政策的交流与切磋 这个过程都为当代中国的三农议题 留下浓重的莫彩跟烙印 各位说 他的影响 在这方面的影响 有没有持续到今天 我个人始终认为是有的 是一直持续的 他的影响是持续的 不一定以非常明显的态势呈现 但他事实上他的影响是存在的 而且一直持续的 包括他跟毛泽东跟中共的重视山农问题的这些 这个露宿的人物之间的交流跟切磋 都为当代中国还有所谓的山农议题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莫彩跟烙印 我用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影响是持续的 今天的山农议题里面的种种的论述 梁树民的实质的影响是存在的 始终存在的 我建议各位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多关注大陆的研究者 温铁军的著作 如他的著作《八次危机》 或者是他最近几年 在网上常常出现他所公开进行的课程演讲的视频系列 讲中国的农村 新农村建设 各方面的规划 我认为非常非常的重要 温铁军所提倡的新农村建设的规划 以及他 我认为他是立即农村 放眼世界的这些政治经济观察和学历分析 温铁军所做的不只限于农村 但是是站立在农村的基础之上 他是放眼世界 他的政治经济研究 当然包括了农村之外的工商业 现代金融 全方位的人类的政治社会 来自于文化的面向 所以 我多次 我不敢说我非常的深入 去理解温铁军的论述跟观点 但是我看了一些 他每一次看到他的论述 我都很小心的告诉我自己 我那么有深得我心之感 会不会是因为我对 我以他本来的基本立场就很接近 以至于我产生错觉 觉得他讲的都是对 这一点 这点自觉自信 我还是有的 但是我提供给各位朋友做一个参考 我看到 对不起啊 我看到温铁军先生的 呈现出来的论述呢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 他仿佛把毛泽东 杨树民 甚至还包括了钱宾寺先生的 许许多多 互相对立的 互相矛盾对立 不一定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观点 却经过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对立 慢慢的走向统一 这是一个所谓的辩证的历程 我刚才一再跟各位讲到时间因素是很有 很有意思的 很有决定性的因素 所谓的辩证历程呢 也是因为时间在背后推移 曾经矛盾对立 不可调和的对立的观点 久而久之会产生和的作用 又会产生新的正反和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每次我看到温铁军的叙述的论述的时候 我说不由之多会感受到 里面又有毛的色彩 又有梁树民的色彩 甚至于还有钱先生的文化观点 都包容在他的建构的那个体系 虽然那个体系才刚刚出具出型 但是好像原来40年前50年前70年前 互相对立的观点 经由时间的推移 经由对立而统一的一个辩证的历程 却因应的时代的演化 而逐渐融成一套新的 当代的治国平衡下的理论体系 我讲的对不对 由各位去判断 总而言之 我高度重视温铁军先生的工作 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 在接下来的中国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高度重视 为什么重视 就像我所讲的 他仿佛把毛泽东 出路 他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需要被挑战 全方位的挑战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在很多攻击温铁军的视频也好 文字也好里面 我多半看到的是做人生的攻击 我很少看到有人非常具有耐心的 不厌其烦的 从一点一体的从理论 理路上去对他做一种疏离 跟论证 即使你要攻击他 你要先讲清楚他在说什么 而不是盲目的做人生攻击 甚至于故意扭曲他的观点 扭曲别人的论点 然后来做一种放大式的攻击 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那不叫讨论 所以我请各位朋友多多注意这一点 因为 看到他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 做出来这些 开始让我觉得 无论是毛也好 杨树民也好 乃至于浅身也好 他们身上很多东西 又有一种新的形式 在当代社会要 又活过来了 他们不是死的东西 毛不是死的东西 杨树民也不是死的东西 浅身的东西也不是死的东西 虽然他们都不在人世了 但他们的东西 我们后人有很大的自我的空间 重新融合 重新因应 创造出一个新的 这就是新的时代要开启 所以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多多去探索这一方面的议题 当然我要强调一点 温铁军的体系 甚至于一种新的正 正反合的正 才刚刚提出来没有多久 而且我也看到 立刻就产生了当下之反 许许多的人开始在围攻他 特别是经济学界的人在围攻他 那么 只是此时此刻还看不到多少像样的反 确实如此 我也不用多说 我看到反他的人 基本上很多人自身不像样 所以而此阵 其实 它是一个新的阵 也是出具出行 上代雕琢 所以我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 告诉各位朋友 我们看待 已经过去的梁树民 已经过去了毛泽东 已经过去的前前 他们的 所思 所想 他们的论述 他们的理论 他们的观点 对我们今天有没有意义 如果你会用 就有意义 就像温铁军 以及他的团队 如果你 只是用批判的眼光去 攻击其 一点 一个方面 你永远找不到 他真正的意义所在 所以 我认为我在 讲到这个 社会运动家的梁树民 最后我以 温铁军的 这一套体系 建议各位去 做一种新的 理解跟尝试 打开自己的心胸 来看待 无论是看毛 你过去是 极为反共的人 能不能用一种 新的观点去看毛 去理解毛 如果你是一个 极反对 认为梁树民跟 前进人 都是极度保守主义者 我可以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认为 他们保守 他们一点都不保守 在我的眼中 为什么如此 其实各位朋友 你们应该自我去建构 你的认知体系 如此才是一个 真正的 学习 真正学习的过程 好 所以 温铁军的这个 虽然我建议各位去看 并不代表我全然的 推崇它 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值得关注 我对他们也充满了期待 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一条 有意义的 有建设性的道路 不仅是为中国 也是为了全世界 因为他们确实展现出了一个 面向全世界的 不是仅限于中国的 一个 一种关怀 一种胸怀 好 到最后呢 今天的最后呢 我想 既然 总结 综合评论 梁树民先生 我想 因为这是在前幕顾居做的讲座 我希望把 梁先生拿来 跟前先生做一个对照 首先 非常请各位注意到 两位先生早年的人生的经历 有两点相似之处 他们两位都拥有出身传统 却思想非常开通 而且对于子女教育极为包容的父亲 这对于他们的幼年时期的人格养成 以及他们对传统的基本观感 影响至为深刻 这是第一点 相似之处 这方面 从前先生的八十一双青 和梁先生的思青记 这两篇文章中 就可以印证一二 或许正因为如此 这两位先生 从一开始 就对传统社会与文化 都怀有一份浓厚的温情与敬意 那么第二点 他们的相似之处是 他们两个人都受到的正式的教育 都直到中学为止 梁先生高中毕业 前先生高中还没有完全念完 所以若干年之后 他们又都进入大学任教 前先生教育是他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他的事业 他的人生 几乎就是教育中人 那么梁先生 并不 并不限于如此 并不限于教育 因为他短暂的进入大学任教 后来又走出学院 进入到社会 但他始终 没有放弃讲学的生活 他试图活出 理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 那种 那种 剧图而讲学的那种生活方式 这一方面 两位先生又有类似之处 因为他们都是教育者 都带着学生 他们所受到的现代的正规教育呢 却都不多 直到中学就停止了 前先生纯粹是因为家贫 所以辛亥革命的风波 中断了他的中学的教育 也结束了他的升学机会 17岁的他 从小学先生的角色开始 日后就成就了70余年的教育 与学术置业 梁先生的家庭 本来是足以提供其身造的机会的 但是他自己决定不升学 也获得他的父亲 俱川先生的包容 辛亥革命之后 19岁的梁树明 进入到《民国报》担任记者 采访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国会新闻 从此开启了他不平凡的思想与志业的图层 所以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是不太一样 但是在早期 乃至于在教育的这一方面 这个面向 他们有他们类似之处 钱先生跟梁先生 有的若干的根本差异 值得说明 我要特别分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是所谓的如佛之别 我觉得很明显的 钱先生可以算得上一位纯儒 他的生命的基调 基本上是建构在一个乐字之上 我为什么定义他为纯儒 因为钱先生的生命基调是在乐上 这是他 这是孔孟之徒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一个特征 钱先生从不但勉励后生 要寻孔年乐处 他自己的生活也始终建立了这一个信念 无论是穷困 无论是面临挫折 困顿 你也要在生活之中 寻找出非常平淡 而自得的乐趣 不让自己陷入在 不让自己的生命陷入在一种 愁苦 忧虑 或者是愤怒 那种极端的情绪之中 这是修养 儒家的修养 那不要把它讲得那么 那么的 深刻或者是正式 就讲是一个寻找一种生活的乐趣本身 不让自己陷于极端的情绪之中 所以 他 钱先生 在 自家的生活上 也是始终的建立了这一个信念 就是建立在一个乐字之上 梁先生则早年入佛 他在1921年的时候公开宣誓 他要出佛入儒 从此过起了儒家的生活 并且立志要复兴儒学 一度还被爱凯称之为最后的儒家 爱凯写杨树明先生的那一部专著 就叫做最后的儒家 英文专著的名字叫最后的儒家 可是 杨先生晚年接受爱凯访问 就是1980年的时候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反复的强调自己 根本 内心身处是一个佛徒 我刚才已经跟各位介绍过 我们通关杨先生的一生 我个人觉得 正是因为他见到了华夏众生 当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时代 华夏众生 乃至于全世界的人类 现今所处的状态 根气是禁于儒家 尤其是华夏众生 禁于儒家 所以他便决定以儒家 对应其当身之事 是什么意思 他的内心是以佛徒自居 可是他面对这一个 他的这一段的人生 因为既然是佛 佛家对这一生 也视之为一段一段的人生 就是这一段人生 这一段重生到死的这一生 他决定要以儒家的姿态 儒家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去过这一个人生 他的这一个人生 他寄望于以儒家 儒学的复兴 来解生命于道玄之苦 来解救华夏 进而解救全人类 把全人类导向下一个阶段的 文明的进化的路程上 由儒家的文明来代理 所以这其实对他来说 也是他一种不舍众生 行菩萨道的方便法门 我记得他自己也曾经有提过 他是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待 他为什么要出佛入儒 然后死下20多岁决定要出佛入儒 一直到90多岁 他基本上呈现出来的就是儒家的生活 而且还有父亲儒学 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 在内心深处 他是以不舍众生 行菩萨道的方式去看待 他的这种转变 那么在内心深处 他还是一个佛门中人 他是一个佛家中人 至于他对生命的根本感悟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他对生命的根本感悟 还是落在一个苦字之上 佛法终究是他个人的性命归属 对人生的根本感悟 终究决定你是一个 哪一条道路上的人 苦与乐 是人对生命的基本感悟 并没有客观对错可言 也许有的朋友不同意 有些人非常坚持说 苦跟乐是有他客观的标准的 但是 姑且听我而言 我认为人生的一大课题 就在于认清真实自我与感悟 至少你当下此刻 你觉得人生是苦 就是苦 你觉得人生是乐就是乐 你倾向于哪一个 最起码反映了当下此刻 你的心境 你的心灵的境界就如此 这是一种自我真实的感悟 所以人如果对生命充满了喜乐之感 如果多半时候你都充满喜乐之感 你基本上像是一个儒家中人 而且那个喜乐之感 不是来自于欲望的满足 不是来自于对物质的无限的追求 对权力金钱的追求 都不是 而是可以从生活简单的 最简单的 十一柱形日常处 在心灵上生出一种喜乐之感 而且是淡淡的 无所凭借的 对生命充满了一种喜乐之情 喜乐之感 那么 儒家的道理可能就足以提供 这个人 他的处世的参照 如果一个人 始终觉得生命是苦 无空 始终 能够 常常感悟到 人生的无常 而这无常带给他的是空 是苦 基本上是苦的感受 那么也许佛法 终将成为其智慧的安歇 这是为什么我说 这只是基本的个人的感悟 没有什么对错可言 好 以上是两位先生的一个根本差异所在 是如佛之别 第二个 我觉得我要分析两位先生 对照两位先生是 他们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差别 是学思之别 我称之为学思之别 就其本性而言 钱穆先生属于学问中人 钱穆先生是学者 所以他的学问 既渊源自传统 又映照的时代 所以这里我所谓的学问 跟现代中国 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后 所建构起来的 以大学研究机构为主体 讲求科学方法 探索客观知识的 所谓的学术概念 含义是不相同的 所以请各位要注意 我最近说的学问 是超越在学术之上 范畴比学术更广泛 钱穆先生的学问 有他学术的部分 非常坚实的学术部分 但是又不为真正的学术所现 所以他是学问中人 他的学问 渊源自传统 用映照的时代 他不断在回答 时代所带给他的问题 所以钱穆先生 从民国元年开始的 乡村小学教读生涯 他的学思历程 从一开始就跟他的教育工作 紧密结合 一直到92岁正式告别信坛为止 在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岁月中 钱穆先生的生活与志业 始终是与教育为重心的 他规模宏大的学术成就 在全面反传统浪潮中 跌据一格的文化理念 都与他的教育生涯 密切相连 同声共进 所以我们如果总结 钱穆先生的生活 人生 他人生就是三大主要方面 而且是结合在一起 一个是学术 一个是学术 包括在学问中间的学术 我们或者可以称学问 另外一个是文化信念 学术是 我这边用的学术 就是现代我们通用的学术的 另外一个文化呢 文化信念理念呢 就包含了学问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教育 所以我们看钱先生一定要注意 学术 文化 教育 这三个面向构成他人生的一个整体 这三个面向呢 是密切相连 而且是同声共进 钱先生的生活 他的一生 其实就 在这方面 其实极其简单 可是又 有三个方面 又 非常的博大 规模宏大 而且精深 而且他作为教育家 又非常的 贡献卓主 所以这三方面是我们观察前先生 应该要注意的 学术 文化 跟教育 那讲到梁树铭先生呢 他的本性呢 是问题中人 或者是所谓的思想中人 因为要解决困扰的 他的人生问题 和中国的现实问题 杨树铭不断的思索 他也借着读书 也借着行动 来印证他的思考所得 但他生活 他的人生的重心是思考 是思考问题 所以 终而最后成为一个公认的思想家 也有人称他为哲学家 但他自己却并不承认 杨树铭先生参与社会运动 虽然他后来逐步逐步的涉入到政治 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 随着这个境遇的 随着他的事业 社会运动规模的扩大 后来不由自主的开始 逐步逐步步入政治 来自于到抗战 到抗战后期 抗战结束之后 国共斗争 然后他还创立了这个民主同盟 然后后来企图调解国共纷争 这都是政治活动 但他从来没有追求权力的私心 这点我非常肯定 非常确定 他就是如此 后来呢 即使他淡出了政治圈 他第一次淡出政治圈是 国共斗争 中国内战 确定无法挽回的时候 在1949年之前的两年 他很短暂的 脱离民主同盟 不再调解国共内战 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新政权建立之后 毛又请他来参与政治协商会议 然后又让他 希望他能够参与 尤其对农村议题 或者是更广泛的国家的 政治社会议题 乃至于文化议题提出 建言 他也全然的 全心全意的尽他一份责任 直到1953年跟毛泽东发生冲突 乃至于第二次的 算是淡出了政治圈 这两次的经历 其实他都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他还是保持他原来的自我 没有任何遗憾 他并没有什么追求 当然就没什么遗憾 我最后简而言之 前面对照两位先生 有如佛之别 有学思之别 我简而言之 总结 前先生是学问家 是教育家的人生 梁树民先生 则是思想家 社会活动家的人生 前先生是 纯粹的儒家的人生 梁先生是 内佛 外儒 这是他选择的人生道路 不晓得各位同不同意 我这样一个很简单的 比较两位先生的这一种对照 那么最后呢 我最后确实要跟各位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两位先生 我刚刚做了一番对照 至于两位先生有没有共通之处呢 有没有共通之处 我想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 一个点 其实 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都是从本性出发 这一点是他们共通之处 他们两位先生都非常有个性 他们的本性是不同的 一个是天生的 学者 学问中人 一个是思考者 问题中人 但他们都忠于自己 从本性出发 以不同的人生道路 以不同的方式 他们后来 他们的人生都共同 共同成就 以不同的方式 共同成就了 对中华传统文化 在现代世界中的 一种肯定 一种肯定 在二十世纪中国全面反传统文化的主流声浪之下 杨树民先生跟钱穆先生 虽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 没有办法阻挡时代潮流的泛滥 但至少 他们在衰乱之时 保存了自身的人格的完整 并且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 成就属于他们各自的典范 人格 他们的人格是完整 而且成其典范 钱穆先生向来主张 为学与做人 应该合而为一 这既是教育应该有的基础 也是中华文化根本精神所在 他一生坚持学问的自主性 人格的自主性 乃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自主性 这方面我要做一个说明 学问的自主性 各位如果对钱穆先生 有一定的熟悉的话 应该知道 钱穆先生从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后来他开始关注 他开始关注 这个考据考定的议题 这是一个很意外的转折 他开始做出了一番 非常符合现代学院的 所谓的客观的 考据的那种学术的标准的作品 就是说刘向心父子年谱啊 《先行诸子系年》这些著作 尤其是刘向心父子学 父子年谱这个让他 得到机会受邀请进入大学任教 因为他一度进入到学问的 学院的核心 他进入到北大 像这种北大的殿堂里面去认教 得到学院的主流派的认可 那为什么我这边说学问的自主性 因为我刚才跟各位强调 学问跟学术 概念上是有差异的 前行人一生坚持学问的自主性 所以在抗战时期 他开始写国史大纲 开始转移他的 他的智学的焦点 从考定之学 转移到了文化的研究 于是不再是所谓的客观 学术的标准的作品的产生 所以就受到 开始受到主流的排挤 但他不为所动 因为前行人如果 以他的才华 跟他的学问的积累 他要符合学院派的要求 留在学院的核心之中 是毫无疑问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他坚持研究文化 走向文化史研究 这就偏离了学院的 所对他的祈求 于是他就受到排挤 于是他又从学院的核心 偏离到了边缘 游离到了边缘 他从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逐步逐步进入到学术圈的核心地位 到北大历史系这样的地方 西南联大的历史系这样的地方 然后又自动的 自主的选择游离出来 最后他任教 无论他在香港创立的新亚书院 后来他来台湾任教的文化大学 都不属于学院的核心的阵地所在 但是前先生从来没考虑那些 不为所动 他坚持他学问的自主性 这是我要对各位做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人格的自主性 我指的是什么呢 在香港办学期间 前先生的新亚书院 得到美国人的福特基金会 或者是哈佛燕金学会 得到美国人的资助 成立他们这些在香港办学 但前先生从来没有 因为得到西方人的资助 而觉得应该向西方 俯首称臣 在文化 在学术意识 文化观点上 相反的 我们如果 有朋友愿意去看新亚乙读 这些著作里面 你会看到 人人在香港时期 他认为最大的回报 你受到了美国的基金会的资助 最大的回报就是你培养出 属于全世界的 既有中华文明的 熏陶 又受到西方最优秀文明熏陶的 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以此为回报 所以接受基金的资助 不是私相授受的 得到他人的好处 而是以一种 更努力的教育的生涯 的成果 来回报于基金会本身 这是一个非常光明磊落的态度 从来不失去人格的自主性 我讲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绝大部分的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都守不住这一点 尤其是崇拜西方的知识分子 几乎都守不住 钱先生在那样的形势之下 他流亡出来 因为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 那个政权的种种作为 他1949年选择流亡海外 选择居住在殖民地的香港 在那里办学 选择接受 西方的基金会的资助办学 但他坚持 他始终坚持 人格的自主性 以及 国族的自主性 不仅是个人 还包括国族的自主性 好 至于我讲到第三点 他的所谓中国与中国人的自主性 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一点 特别要做一个说明 因为 前前1949年 确实是因为 反对中国共产党立国的 基本的起向原则 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于是他选择流亡海外 是出于文化的信念 但是各位 尤其是我要对那些坚持反共立场的人说的 我在前前晚年的时候 在素素楼听他旁听前前讲 那时候我念大学 我曾经亲耳听到 那是1982、83年的时候 前前 我亲耳听到前前 盛战当时的邓小平的某些措施 什么措施呢 当邓小平曾经 要挽救中国的 古老的 文化的 那些人才跟讯息的上师 所以当时邓小平曾经 广泛的推动一些措施 譬如说对 即将雕饰的老的艺人 唱京剧的各种地方戏曲的 老中医 派遣 希望让学生们尽量的去记录 他们的经验传承 对于戏曲 唱戏曲的老的京剧的演员 昆曲的演员 去给他们录影 希望他们把他们的表演 声音 他们的种种 存保存下来 对于老中医保存他们的知识 也是做录影 录音 访问 文字稿 全部录影 当时钱先生得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大为赞扬 邓小平的措施 在那一刻 我就理解到 钱先生的反共 是出于他对中国人的该走的道路 与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的看法 但他不是一个一路坚持死反 坚决反共死不改正的一个坚持到底的那样的一个道路 当他看到1980年代的邓小平曾经做出 他认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自主性有利的选择的时候 他从来不另于对邓小平给予高度的称赞与肯定 所以 钱先生的到底坚持在哪里呢 他有学问自主性 人格自主性 乃至于他所坚持的中国与中国人的自主性 他是可以灵活的 他是可以变通的 他不是偏执的 这一点我要特别跟各位 讲到这一 解释这三个自主性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会用这三个自主性 是我经过很长久的思考 才用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是属于钱先生的部分 那么梁树敏呢 不遑多让 为什么 他也以他的方式坚持了他的思想的自主性 钱先生是学术自主性 学问自主性 梁树敏是思想的自主性 我想我不必多解释了 前面十二讲 难道 不够详细吗 呈现出梁树敏先生对思想的自主性 他的人格自主性 难道 讲的不够详细吗 他跟毛泽东的冲突 他在批铃批孔中的那种气概 不为权威所动的气概 难道不是一种人格的自主性吗 以及同样的 他对中共有他的意见 有他的不满之处 但是当他详细的观察 评鉴 中共有符合他心中的属于中国跟中国人 对中国跟中国人 有利的 正确的道路的时候 他认定的正确的道路的时候 他也从来不另于肯定 中共的作为 甚至于肯定毛的作为 即使毛曾经当众羞辱过他 他绝对不是惨媚 但是他的这种 我认为也是一种坚持属于中国跟中国人的自主性 他为了中国与中国人的大功的立场 自主性的立场 他可以不在于在乎个人的小节上的受损 所以他坚持着思想的自主性 人格的自主性 以及中国与中国人的自主性 两位先生 在这一方面 都是真正应该最被肯定的 其他的方面 我个人认为还是次要 这些方面对于今天的我们的国人 特别关键 最后要说明一点 两位先生坚持中国与中国人的自主性 绝非中国中心论者 不是一个中国的沙文主义者 绝对不是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 各位 我们介绍了 我介绍了这么久 介绍前天 介绍梁淑敏先生 他们两位先生虽然 呈现的路径很不同 但他们基本上都彰显出一种 几利利人几达达人的大同精神 与博爱情怀 中华文化 儒家思想的根源在此 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可贵的精神遗产 也在此 所以我最后 我把梁淑敏先生拉来跟钱先生做一个对照 然后再做一个共同之处 的一种 呈现 希望这对 对于各位朋友 理解钱先生 理解梁先生 来自于理解他们 有没有共同 从不同的 以不同的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 呈现出一个共同的 成就 我认为是有的 我希望我以上的说明足够清楚 我对梁先生的报告 第十三讲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 好的